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 重音练习 重音练习是阳光科学发生法 九音真经三十六式当中的一项练习 那么我们这个练习的目的呢 是要掌握 起到强调突出某个一丝的 这么一个作用的语言技巧 也就是所谓的重音技巧 那我们在表达重音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来表达这个重音 第一种表现形式是加重力度和音强 来突出我们这个重音 比如说谁动了我的奶酪 我们这里面的谁 我们就加重了力度以及它的音强 谁动了我的奶酪 又比如说 同志们辛苦了 同志们辛苦了 同样辛苦两个字 也是加强我们的力度和音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成立了也是加强音强和力度 让我们甘一杯 让我们甘一杯 又比如说 钓鱼岛是中国的 钓鱼岛是中国的 为了强调是中国的 而这中国两个字是加强了力度和音强 还有我自豪 我是一个军人的妻子 我自豪 我是一个军人的妻子 那么在这里面 也是为了强调某个词 我们对它进行加重它的力度和音强 而起到强调的作用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表现形式呢 就是把声音拉长 或者是断开 来起到这个强调的作用 比如说 我相信 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辉煌 这里面 声音拉长了 而且断开 起到强调的作用 我相信 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辉煌 又比如说 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 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 声音拉长 断开 起到强调的作用 这是第二种 就是通过声音的拉长和断开 来强调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众音清土 恰恰相反 我们要强调这个众音 反而要用很清的声音来表达 这就是众音清土 比如说 我们在桂林山水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黎江的水 真净啊 净得让你感觉不到 它在流动 这里面的净 就采用了清土的 这个 一个处理 通过这清土 而达到我们强调的一个目的 如果说这句话的话 我们采用很重的语调的话 那肯定不行 会破坏我们整个 整个句子的一个 我们的基调 黎江水 真净啊 那就破坏了我们的意境 所以这时候我们采用 清土 众音清土 黎江的水 真净啊 净得让你感觉不到 它在流动 又比如春里面的 一句话 小草偷偷的 从土里钻出来 嫩嫩的 绿绿的 这里面 偷偷的 也是采用重音清土 嫩嫩的 绿绿的 也是同样采用清土的手法 好 我们这个练习呢 我接下来再示范一遍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 做这个练习 第一种 加重力度和音强 来表现重音的 谁 动了我的奶酪 谁 动了我的奶酪 同志们 辛苦了 同志们 辛苦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了 让我们一起 干一杯 让我们一起 干一杯 钓鱼岛 是中国的 钓鱼岛 是中国的 我自豪 我是一个 军人的 妻子 我自豪 我是一个 军人的 妻子 第二种 声音 脱长 或者是 断开 来加强 这个重音 我相信 我们的明天 一定会 更 辉 黄 我相信 我们的明天 会 更 辉 黄 这小子 真不是个 东西 好 第三种 重音 清土 黎江的水 真净啊 净得让你 感觉不到 它在流动 黎江的水 真净啊 净得让你 感觉不到 它在流动 小草 偷偷地 从土里 钻出来 嫩嫩的 绿绿的 小草 偷偷地 从土里 钻出来 嫩嫩的 绿绿的 这个练习的 训练要求 和次数 请参照 阳光科学 发生 训练手册 接下来 请大家 和我一起来 做这个练习 谁 动了 我的奶酪 同志们 辛苦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了 让我们 一起 干一杯 钓鱼岛 是中国的 我自豪 我是一个 军人的妻子 我相信 我们的明天 一定会 更 辉煌 这小子 真不是个 东西 梨江的水 真净啊 净得让你 感觉不到 它在流动 小草 偷偷地 从土里 钻出来 嫩嫩的 绿绿的 好 众音练习 就讲到这里 声音改变命运 坚持就能成功 声音改变命运 坚持就能成功 耶 声音改变命运 坚持就能成功 耶 四个角色随时转换 对 好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师傅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猪八戒 上飞手勿扰了 哦 结果怎么样 嗨 把这一上台 二次赞灯 全灭了 啊 这是为何 师傅 咱们说我 长相太对不起 观众了 又能吃 喜欢偷懒 还说 太好似 太花心 犯过错 调戏个长额 被变凡间 嗨 大师兄弟 好不到哪去 这一上台啊 二次赞灯 全灭了 大师兄隐灭了 当然 他没房没车 直接跟破棍 还有这个保镖职业 太危险了 动不动 打妖精 只对女孩不温柔 还做过劳 被吴志山 压了五百年 去 那我是陪你 不过 要是杀师弟去的话 你猜怎么样 师弟 师兄 我太老实 又低调 不行 你们说 要是师父上的话 会有几盏灯啊 要是师父上了 那可不得了 是皇上的兄弟 是妹高贵 对 如此说来 我是一定要上 《非诚勿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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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